我不知道他那天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要是不小心勾引到公公 我在這邊先跟婆婆說一聲報警 我為什麼一直亂講話 我不知道他那天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要是不小心勾引到公公 我在這邊先跟婆婆說一聲報警 我為什麼一直亂講話 我覺得一半一半吧 正常人應該都是一半一半 因為你永遠不可能什麼東西都百分之百確定 對啊不可能陰夜廢食 你也不可能就是夢幻到不可能沒有 就我覺得一定會有需要調整 彼此認識更多的認識 跟生活上更多需要彼此退讓的地方 對對對所以我覺得就看看吧 因為我沒結過 如果我結第二次的話 我就會很有心得你知道嗎 有有我上一次怎麼樣啊 然後下一次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在第二次再分享 我爸一直他一直跟我說 他就很不想要我們幾個嫁掉嘛 然後大妹嫁掉的時候 他就很氣這樣 可惡我女兒這樣被搶走了 然後他還跟偉忠哥在聊 因為偉忠哥也嫁女兒 然後偉忠哥就說 鍾姐我跟妳講 這感覺是什麼 形容給妳聽 然後我就在旁邊乖乖吃義大利麵 然後就說 這像 你家有一塊土地 被侵占 然後我就說 有這麼嚴重 他就說 這就是這個感覺 然後那塊土地呢 還被政府判合法的 就是給對方拿走了這樣 他說就是這種 嫁女兒的感覺 然後兩個爸就 對對對 我敬妳一杯 然後天啊 原來是這種痛苦這樣 所以 我爸就是一天到晚都在那邊講說 沒有啊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 那我就是想說 算了啦 先多 就是多陪陪他這樣 對啊 所以每一次錄小明星大跟班的時候 我就會 就是我們兩個就會牽牽手啊 然後抱一下 親一下 聊聊天啊 然後陪他唱卡拉OK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世界上沒有那個人耶 就是 沒有唯一的那個人 但是一定有 有比較少磨合跟比較多磨合的人 那你在相處過程當中就可以知道 喔這個人跟你 可能不需要磨合太久 就可以很好的相處 或者是喔這個 哇 天壤之別 或者是總是有不同的概念跟想法 會讓你很驚訝啊 或什麼 那其實這時候都是可以選擇的 你想要選擇誰 那就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先知道怎麼過好你自己 當然大家都會講什麼愛自己啊 做自己啊 照顧自己 這些都是一定要的事情 那我自己最新學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真的享受我自己 呃 即便我可能要享受的是 我現在的無助彷徨跟痛苦 或者是我現在在享受是我的成功 歡樂跟呃 呃 興奮 這些其實都是需要好好的感受 然後好好的記錄 你才可以知道你要拿什麼樣的面貌 去跟另外一個人相處 然後也才能夠知道你在 每一個moment能不能夠真正的看見這個人對你的好 哇天啊這個感覺壓力好大 如果你是真的對感情有害怕 或是對婚姻會害怕的人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看看你自己過往人生的經歷 是不是這些經歷有點綁住你了 有沒有可能可以藉由一些諮商啊 或者是呃不同的諮詢的方式 去找到你自己 不是為了解決問題 這也不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可以去看看你自己還有沒有其他可以 調整跟改變的地方 那結婚本來就不是為了別人 所以如果你是有點害怕的話呢 沒有關係的 慢慢來 但是不要就把它放著不管了 因為你在挖掘的過程當中 會找到更多不同面向的你 我覺得那也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情